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 NestJS13 routing的intercepting routes 现在看一下它要怎么去使用 官方给出了一个范例 如果我们今天在浏览一个网页的时候 假设这是一个很多人上传图片的网页 然后我们去点击这个图片以后 通常这样的做法就是说 我们可能前面有一个URL 然后后面就带出它的ID 可能是图片的名称或是图片的ID等等的 这时候可能不同的网站有不同的做法 但是大多的情况下 你去点这个图片以后 它应该会跳出一个model 然后上面就有图片 像是官方给出的这样子 如果你没有办法理解的话 我找到一个我常用的网站 我图片的网站叫onsplash 这个网站就说它这边有很多图片的不对 那么今天点击这个图片 我们点下去以后 是不是就有一个model跳出来了 然后里面就有图片 那么仔细看一下它的网址是这样子 但当我们把这个网址复制 然后再重新贴上 重新进入以后呢 你会发现就是它的这个上下文 context变得不一样 一开始我们只要把这边点掉 就可以看到主页面 但是如果我们是直接使用网址进来的话 它给我们的内容就会不一样 所以intercepting routes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它的中文的翻译名称 可能叫做这个拦截的路由 intercepting routes 就是把原本的这个网址 如果你是直接在网址上面去点击的话 就呈现不一样的画面 那如果你是直接使用网址进来的话 再给你另外一个不同的画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实作这个部分 那这边我是使用官方提供给我们的source code 这样比较方便来解释 所以如果你要一起来实作的话 其实也不会实作太多东西 我今天不会写到太多的程式码 最下面这边有一个view and example 我们就点进去 然后把这里的程式码crown就好了 然后去npm install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这边已经开好了 这边已经开好了 然后我也npm run dev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结构 那这个APP资料夹底下 你还会看到一个特别的资料夹 叫小老鼠model 这个叫Pairer routes 如果你不懂Pairer routes是什么的话 你可以去看我上一支影片的介绍 那简单讲一下就是说 你今天可能想要去建一些比较特别的页面 可能达到特定条件才会出现的页面 那你就可以去使用Pairer routes 又或者是说你今天有很多页面想要管理 但是你只想要一个layout来管理 那一样可以去使用Pairer routes 使用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用这个小老鼠去命名的话 去命名一个资料夹的话 那它就是Pairer routes 然后你在layout这边 你就可以去把它解构出来 这个model就是跟你取的这个名称是有关系的 这个叫做Pairer routes 那我们继续看Intercepting routes 我们点开这个model底下 你会看到有一个更特别的资料夹 用括号然后点Portos来命名 这个就叫做Intercepting routes 然后你会看到底下还有一个括号ID 那就是我们平常在传递参数的时候 用的这个Next.js的这个功能 去接收到这个参数 可能我今天我来解释一下 好今天我们的网址可能是长这样子 http 然后写线Local host 那以这样的方式来命名的话 它可能就会是什么 Portos 然后ID123 我们就要去取的这个123 好那我们来解释一下Intercepting routes 它是怎么样运作的 OK你会在我的App资料夹底下 还会看到另外一个资料夹 一样叫Photos然后括号ID 是不是跟我们Intercepting routes的命名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差别在于我们的Intercepting routes前面有一个括号点 好现在解释一下这个括号点是什么意思 我来看一下官方 好这边就有说如果你要去Match 这个Send Level的话 就用括号点去匹配 如果是点点的话就是匹配更高一层的 这个One Level Above 所以这边有一个Feed的资料夹 我把它放大一点 一个Feed的资料夹 然后一个Photo资料夹 那他的Photo点点在里面 所以他去匹配到外层这个就用 呃括号点点的方式 我去匹配外面这一层Photo 好然后这边也有提到说 哦他不是一个Feed system 他是属于一个RouteSegment 所以这个Segment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我们的每一个Route来看 好然后这边还要特别提到一点 你会发现说 诶他竟然在资料夹里面是用点点 要去匹配到外面这一层吗 那我们这边不是也一样吗 我们是使用Model 那他应该使用点点才能匹配到外面这一层 好那如果你是用PetalRoute的话 官方也有特别说明这一点 就是说PetalRoute这一段 他不是一个Segment 他是一个Slot 所以你不能把他当成是一个RouteSegment 来看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边也有讲到 如果你这边你看 如果正常情况下是要再匹配上一层再上一层吗 但是不是 因为他使用PetalRoute的关系 所以一样 我括号点点就可以匹配到这个Photo了 好这样应该能懂 好再来看一下哦 等一下我这边刚刚不小心把他关掉 再把他重新开起来 OK 好那正常的情况下 如果我输入这一串网址 在我的这个网页上面去输入这一段网址 直接进去的话 是不是会进到这个页面 因为我们这个页面是 Photos 然后括号ID 所以应该是会匹配到这个页面 好但是我们今天是用InterceptingRoute 我们去拦截这个Route 所以如果你使用者是使用Soft Navigation 我像是我这边点 他是使用Link Link Component 直接点的话 这样就算这个Next Edge里面算是一个Soft Navigation 好那他就会直接把他拦截下来 好那如果你是使用Soft Navigation的话 那你就复制这个网址 然后直接进去 好你就会发现说页面完全不一样 好那这边我还有加一个HoloWord 来让各位分清楚 好那这个HoloWord 就是我写在这个Route底下的 这个Page里面 Photos然后括号ID这边有一个HoloWord 所以你会发现说跟我Intercepting里面内容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当你使用InterceptingRoute的时候 去拦截你的Route的话 你里面也可以去客制化 制定你自己要显示的东西 但是当我们是直接输入网址进去的话 可能就是去显示另外一个页面 就是直接进入到这一个Route 不会被Intercepting 好所以这边再提一点 就是说你会看到说 OnSplash这个网站 它也是用InterceptingRoute的功能 所以我们这边只要点这张图片 你会发现出一个Model跳出来了 好但是当我重新整理的时候 重新整理的时候 就会变成另外一个页面了 也是跟我们实作的这个内容 实作的这个功能是一模一样的 好 那今天要介绍的InterceptingRoute的功能大概就这样子 好那特别说明一下就是说官方有讲到 这个InterceptingRoute 比较常使用在Login的Model 或是你那个ShoppingCard 然后你的SideModel 我比较常见到这种实作的方式 好那一样要特别解释一下就是说 我在使用像上次介绍的PayloadRoute 还有InterceptingRoute 其实都有遇到一些Bug或是一些问题 好那我不确定是不是官方的问题 因为有一些问题我是看到有人发issue 那可能还没有解决 所以说他虽然说这个AppRoute 它是Stayable稳定版的 但是难免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小Bug需要去修正 所以如果自己在使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ok那下一次就把这个ModelWay给介绍完 那接下来就看一下介绍哪一些其他的机制 好那希望有帮助到各位